先打开网站的管理后台 去清理一下之前我们注册的这些用户 选中用户 选择删除应用 再确认一下 成功的注册了用户以后 我们可以自动的去让用户进入一个登录的状态 在这个注册页面上 成功创建的用户会返回一个201的状态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 Request 去发出一个登录请求 请求的URL就是 地址是API Base 加上API Route JWT Token 复制一下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一下 这个API Route JWT Token 它的值是JWT Auth 写线V1写线Token 再回来继续地去配置一下这个请求 请求的Method 是用POST 在请求里面没有包含一个Data 带的数据就是用户名还有密码 一个username 还有一个password 用户在注册的时候会输入用户名还有密码 用户输入的这些数据我们会放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username 还有password从页面的数据里面拿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去用一个username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去用一个username 还有password 请求成功以后会必要用一个success 添加一个success方法 接受一个response参数 如果响应里面的这个status code 它的值是200的话 判断一下这种情况 说明它就登录成功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下setJWT这个方法 去把response里面的data交给它 然后再用wxswitchtab 打开pagesusersshow这个标签页面 就是这个个人的案页面 再去添加一个注册的按钮 打开users下面的show这个页面的视图 复制一下这个登录按钮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注册 点按的试加注力方法 用一下ontapregisterbutton 按钮的tap设置成default 打开这个页面的模绩文件 添加一个世界处理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去复制一下 ontaploginbutton 修改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 ontapregisterbutton 打开的页面是pagesusersregister 再打开这个app.json 把小程序的首页改成pagesusersshow 回到模拟器我们再去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注册按钮 会打开这个注册页面 输入注册的用户名 设置一下用户的邮件地址 再输入一个密码 按一下注册 注册用户成功以后 小数学们会再次发起一个登录的请求 登录成功以后 会打开用户的个人档案页面 在页面上会显示用户相关的信息 请愿成功以后